大家好 最近德国出了一个大新闻 一个老头要发动政变 带着手下冲击国会大厦 恢复帝国时代的政体 这次政变还有组织有纪律 他们除了自己的国家元首之外 还有自己的政府部门 从内政部长到外交部长都有 甚至还有卫生部 不知道每天任务 是不是提醒国民出门之前 要先洗手 更重要的组织这起政变的老头 他要恢复帝国时代 不是因为他想过皇帝 而是他自己本来就是根正苗红的贵族后代 他自己的政府里也有不少 都是贵族的二代三代 按照他的逻辑 他觉得第一次这个战 是为了促进犹太人口的传播 全世界那么多战争和革命 都是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动的 世界现在被他们所控制 咱得建设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德国 所以他这一套言论在德国 就吸引了一群老愤青 于是就有了后边这场闹剧 这个老头来自罗伊斯家族 被称为海德里斯亲王 罗伊斯家族的历史呢 可以追溯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 1329年呢 他们获得了诸侯的地位 管辖的土地呢 是德国中部图林根州的一块弹丸之地 从此呢 开始了这个家族的历史 在神罗时期啊 皇帝陛下下放君主权 给了一些贵族啊 一些个这个侯爵呀 伯爵呀 甚至骑士也拥有了亡史的资格 所以就被称为这个主权诸侯 这个只有德意志啊 就包括这个奥地利啊 什么这个这些国家 才有这种主权诸侯的概念 你像什么英国呀 法国呀 俄罗斯 他绝对没有这种主权诸侯的概念啊 就是说他是有点相当于一个 独立的政治实体 哪怕他就管一个村啊 甚至管几户人家 但是他拥有主权的啊 你比如欧洲近代外交界的大佬 梅特尼和匹斯麦都是典型啊 梅特尼是侯爵 匹斯麦是伯爵 但是呢 他们都获得了君主权的赏赐 他们的后代可以自称亲王 可以在自家庄园里边有一个王座 所以罗伊斯家族呢 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这个老头呢 才有亲王的头衔 他这个亲王啊 实际上按照咱们中国的这个翻译呢 就应该叫王子 或者说呢 应该翻译成公子啊 就有点像这个 先秦时代啊 你比如什么齐桓公 晋文公 他们的儿子啊 就没继位的那些个儿子 那这个这个老二老三 这些儿子叫做公子 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他不像咱们中国这个亲王 是最高爵位 然后郡王 然后宫侯婆子男爵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是只要你是有主权的这种诸侯的孩子 都可以叫这个亲王 随后几百年呢 这个家族经过一系列的分割继承 角色合并 到了17世纪 分为两个不同的分支 都幸运的熬过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在1815年成为这个德意志帮连的成员国 有一支呢 在普奥战争的时候呢 站到奥地利一边 抵抗普鲁士 但是这个帮呢 太小了啊 所以他们呢 要么是在战后 求得了普鲁士国王的宽恕 要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帮在一般比利尺的地图上都找不着 所以呢 被这个匹斯迈就给遗忘了 到了1870年 罗伊斯的两个分支和其他德意志各邦一起呢 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国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德意志帝国是一个联邦制帝国 由20多个这个主权实体构成的 就包括了罗伊斯长系和罗伊斯的右系 这两个侯爵国 1918年这两个侯国呀 就被民众推翻了 邦国合二为一 建立起罗伊斯人民共和国 没几天呢 又被并入了魏马共和国 这个罗伊斯家族呢 还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一点 就在于什么呢 几百年来 他们家所有的男性都叫海德里西 都叫这个名字啊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翻译成海因里西 就一回事啊 海德里西 因为你说一般来讲啊 这个欧洲的贵族呢 是孙子叫爷爷的名 应该是这么叫 所以呢 你看这个这个德国的皇帝就俩名 弗里德里西和这个威廉啊 这个像这个丹麦的这个王室呢 也就俩名 克里斯提安啊 和弗里德里克 永远是孙子叫爷爷的名 孙子叫爷爷的名 所以他就俩名来回来回倒 这个更神 全叫海德里西 那也就是那个亨利 啥呢 英文就是亨利 唯一的这个区分方式呢 是用数字做后缀啊 数字化管理 这两个家族的两支成员呢 都是如此 具体加数字的方式啊 还有区别 在掌支 开始的做法呢 是在每一辈人当中 从一开始啊 按掌右编号 这一代里边呢 排老大的呢 叫海德里西一世 排最小的呢 叫海德里西一百 右支的办法呢 是每一个世纪开始清零 从一重新开始 1899年生的孩子 叫海德里西五十 下一年生的 就是海德里西一世 这次闹事的老头呢 是海德里西十三 他儿子十四 看不惯老爹胡闹 直接宣布呢 尊老爹为太上皇 自己呢 当家族组长 看来这儿子呢 高瞻远瞩 他爹果然不老实 看完这老头的身世啊 论血统呢 他就是一个侯爵的后裔 而且呢 这个侯国呢 在这个德意志帝国里 是微乎其微 虽然有主权 但是很小 德意志帝国是四大王国 五大大公国 七大公国构成的 这这个 这侯国更多排名上号 是吧 他这个爵位跟皇上也没关系 跟人家霍亨左伦王室 也没关系 只是皇帝家的一个封臣 那他凭什么想当皇帝呢 其实他这个皇帝诉求啊 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威廉二世退位之后 流亡荷兰 在荷兰呢 又娶了一个小寡妇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 这个皇后病逝了 这寡妇呢 不是别人 是罗伊斯家族的赫敏罗伊斯 他嫁给威廉二世的理由呢 是希望复辟之后 可以拿到这个皇后身份 但是呢 现实是残酷的 他的护照上始终印着是 罗伊斯侯爵小姐 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过皇后的头衔 但是不管怎么讲 他算是跟皇上攀上亲戚 如果继承条件放宽一点 他这个家族也是有继承权的 所以这老头说呢 自己有皇位继承权 有那么一丢丢的道理 关于这个德国的贵族啊 可能这个很多人都觉得 自打一战结束 德国那些贵族呢 就一钱不值 其实真不是这样 在魏马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 贵族们在德国社会 是有相当强的影响力 纳粹能够上台 其实就来自于贵族的支持 在魏马共和国时期啊 德国的民主宪政的进展很艰难 无论是哪个政党 都没能解决经济衰退的问题 而此时的君主主义呢 又不成气候 这个贵族根本无法寄希望于 霍亨索伦皇室复辟 来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呢 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领袖 莫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后 一连串的成功试迹 让很多德国贵族对他颇为欣赏 所以萨克森公爵呢 就特别希望 能够把莫索里尼的成功经验 搬到德国来 纳粹党和希特勒的风格呢 跟莫索里尼十分相似 因此呢 获得了这些贵族的好感 像威廉二世的儿子 威廉皇储 就经常参加纳粹党的活动 那他的这个儿子 就是皇孙 甚至加入过纳粹党 加入了纳粹党 还担任了什么二级突击队大自长 是党委军成员 所以有了德国皇室的支持纳粹党呢 才成为普鲁士的第一大党 之后呢 纳粹党在普鲁士帮的议会开幕式上 会放一把象征王权的椅子 以示对皇室的感谢 不过这纳粹对他们的感谢 也就仅限于此啊 那后来这个威廉皇储啊 发现纳粹并不支持自己复辟 心灰意冷 就沉眠于享乐 从此呢 不再过问于政治 是吧 另外以下 那个纳粹能够组织啤酒馆暴动 也离不开贵族的支持 党委军头子西莫莱 任巴伐利亚王国 舒密院顾问为教父 正是由于西莫莱的这层关系 才为希特勒招募了洛干个民间组织 最后呢 这些组织合并一处 发起了暴动 日后这些成员 也成了纳粹党的骨干力量 贵族啊 在一战结束后 还能保持这种影响力 其实并不意外 那主要呢 是跟他们的经济社会实力有关系 德国皇室倒台之初 这些贵族虽然没有特权了 但是手里有资源 有土地 实力雄寇 所以说话管用 现在呢 别说土地 贵族自己都得租房子住 民众没有必要听一个经济地位 还不如自己的人指指点点 那贵族自然就得靠边站 现在德国平民参政经验相当丰富 在政坛上的前朝贵族 已经寥寥无几 在这种情况之下 海因丽西亲王 还想用暴乱的方式 来抢大权 只能说这小子呀 猪油蒙了心 傻透顶了 好了 那关于这个德国罗伊斯家族 和他们政变的故事 咱今儿呢 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